以前的社会更多的是男权社会,男人统领着天下,自然男人在家庭中就占据着主导地位。 现在时代变了,由提倡的男女平等逐渐发展到了现在女人占上风的状态, 特别是结婚后,男人更像小媳妇一样,小心翼翼地生活着, 其实就是为了家庭和睦,而为了家庭和睦,以下女人的死穴更是不敢触碰。 1.经济大权的死穴 现在往往是女人掌管的经济大权,有些神经大条的男人,连自己家有多少唇管都不知道, 因为女人比较欣细,而且女人又喜欢霸占的经济大权, 所以男人即便也有点想主导全局的想法,也会为了家庭和睦而打消这个念头, 因为女人绝不会给男人放权的,他们要防备男人有钱就变化的套路。 2.男欢女爱的死穴 男女间的欢爱,似乎总是男人的需求要多一些, 因为男人分泌的荷尔蒙多,这也促使着男人总是很热衷男欢女爱, 而女人不但需求量少,而且也会非常羞涩,总是会拒绝男人。 男人不但不敢问女人的真实感受,更是不敢失忆地发泄欲望。 3.前任数量的死穴 男女并不是都能和初恋结婚生子的,有的甚至经历了四五次恋爱,才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如果你娶到了初恋女人,那祝福你是幸运的,但是往往男人却是做了最后的接盘侠, 其实只要女人真心和你过日子,就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, 是还没有点过去,最重要的是以后的日子。 4.第一次给了谁的死穴 现在的婚恋观念很开放,男人能娶到完好无损的女人实属幸运, 可是往往女人在婚前就因为诱惑或者新奇,就把自己宝贵的第一次奉献了出去。 等到结婚时被男人发现,其实男人还是很在乎这层膜的, 在他们心里总是会很多疑惑,甚至会很纠结。 他们希望知道真相,但是也怕因此失去你。